好 再来关心四天清明廉价开跑 返乡扫墓还有出游的人潮 让国道一早就塞爆 高公局预过 廉价期间今天的车流量应该是最大的 可能会比今年大年初还要塞 而下面塞到爆的地雷路段 我们就要带你来看 包含在国道5号南港路段这边 时速是不到20公里 而国道1号张化王田 以及国道1号高雄电潮系统 时速都不到40公里 提醒大家上路之前 最好先查路况 避开塞车路段 今天是清明廉价的第一天 一早从清晨5点开始 整个国道南下就已经陆续出现 车流回堵还有拥塞的情形 高公局预估今天会是 整个廉价期间车流最塞的一天 清明南下塞塞塞 南港系统速滑改南下路段 一早车流就回堵了好几公里 针对31个牧区 这个附近的交流道 我们特别加强监控 严格的移控 这个部分开放路间 台中清水休息站中午聚集不少人 出游民众很多 国道1号国道3号部分路段 时速低于20公里 一度出现止暴的大塞车情形 高公局预估四天廉价第一天最塞 鼓励要南下的民众中午到傍晚再出门 比较不会塞车 建议民众出门前可先观看 1968高速公路及时路况 掌握车流情形再出门 华尔新闻最后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